因购买便宜机票并拒绝自愿放弃机位 而遭暴力赶下机流血受伤的美籍越南裔受害者陶大卫 在网络上一片声讨美联航的声浪中 首都开枪接受当地电视台采访回应事发经过 目前还在住院治疗的陶大卫控诉 他在事件中受到了很大的伤害 决定怒告美联航 对此他已经聘请了来自芝加哥 专攻个人伤害和企业管理相关案件的两名律师 跟进处理所长百万美元 根据美国联邦法律 航空公司超卖机位并不违法 并可在违背乘客的意愿下 拒绝或驱赶乘客下机 但同时也必须根据条规做出相应的物质赔偿 在这起事件上 陶大卫可申请精神伤害和惩罚性赔偿 索赔500万美元左右 即使双方最后达到和解 陶大卫至少也可拿到100万美元以上的赔偿 美联航可能因此而付出昂贵的代价 不过有报道爆料 任职医生的陶大卫 曾涉及诈欺 走私管制药物 甚至一度被男病患指控 用药物换取性关系等犯罪 东窗事发后还因此被吊销医生执照 另外还有情绪管理问题 种种劣迹都记录在案 不光彩的过去 可能会对诉讼案形成不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